当我们绑织机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卡丝的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前盖打开 前盖打开之后把这个扣子抠下来 像我们这个这里出现绑织 我们直接把这里进行一个解换 像这种出现卡丝的情况 我们一般这样处理 剪掉 把这个线头押下去 再把这个重新装回去 把前面取出 就可以回复阵了 当出现卡丝的情况下 不动丝的情况 剪掉 把前面这里清理清理掉之后 来 下一个 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